我告诉你 我现在使用的还是4G的手机 而且呢 现在能够在中国市场上真正能 商业发布的5G的手机 可能只有华为 这一个产品 11款了 已经有11款了 华为是NSEX 虽然有11款手机 但是大部分的手机呢 这个都是非独立组网的 就是这个比较专业 就是真正的能够体现5G的性能 还得依靠着独立的组建 5G的网络 而不是基于4G核心网上面的 这个NSEX 就是非独立组网的这个产品 那么现在能够兼容 NSA和SA的这个手机 只有华为 只有华为 因为这涉及到芯片 涉及到操作系统 涉及到很多的这个因素 而且现在各地所推的这些网络呢 我们了解也基本上都是 非独立组网的这个5G的应用 真正只有到明年开始 我们才能够正式的 大规模的投入 独立组网的这种5G的网络 至于5G的应用呢 我觉得我今年年初的时候 记者采访的时候 我自己认为 是一个二八绿的这个分布 也就是对广大的用户来而言 我们4G的手机呢 是够用了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 我今天就想起来 了解 我今天就想起来 我今天就想起来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